同学好,在这个讲次里面,我们延伸在中位数之后的一个中央趋势的衡量 所以我们来探讨的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中位数,medium,另外一个是我们出现最多的数,重数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位数的一个部分 那么中位数呢,它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位置的数值 那我们的n如果是奇数的时候呢,那它呢,我们把它排序之后 我们就找它第2分之n加1的相次的位置的数值,就是我们的中位数 例如说,我的数字如果有9个的时候,那9加1除以2 也就是排完序,由小到大排完序之后,排在第5个相次的数值 就是我们的中位数 那如果今天n,我的资料它是偶数的时候 那我们找的位置呢,是找它第2分之n和第2分之n 再加1,再加1的一个数值,这两个数值的一个平均数 来当做我们的中位数 所以当我的资料有10笔的时候,中位数呢,应该排序在第5个 为什么第5个,因为在2分之n,2分之10,所以是第5个 然后在2分之10,再加1,所以是第6项 所以我们就找第5项跟第6项这两个数值 把它做一个平均,来当做我们的什么? 来当做我们的中位数 针对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 好,首先各位,你看一下 上面的例子,28,26,25,32,30,56,31 这里我有7个数字,所以你也可以看到7个数字 是这边56是特别的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平均数的缺点就是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中位数就不会 好,所以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来看看 上面这个例子,我们怎么去求它的中位数 我们先做排序,好,排完序之后呢,我们发现 第2分之n加1的位置,把它带进去 7加1,所以8,除以2,等于4 所以我们找第4个位置,第4个位置就是30 所以我们这上面的题目里面 所看到的这个中位数就等于30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我有8个数字 我们多了1比33,多了1比33 好,我们一样把它做一个排序 排完序之后呢,我们找第2分之n,也就是第4个位置 第2分之n加1,第5个位置 所以分别是30和31 所以30和31呢,我们把它 相加之后,记得把它做一个平均 把它处以2,所以算出来 30.5,这个就是 第2个例子里面 n等于8,它的中位数是30.5 所以同学记得,要把中间的那两个数字 偶数的时候,中间那两个数字 相加之后,我们把它处以2 好,这个叫做未分组的资料 那我们如果有把数字 做一些分组的时候呢 这叫做已分组的资料的中位数 好,那已分组的中位数呢 各位来看一下公式 这边m1代表的是中位数 m1,那两个公式都可以 所以一个是用中位数所在的下主线 这里我们标的是L 再加上呢,2分之n就是我们的平均的次数 一半的地方 一半的地方,减掉n1 n1是什么 小于我们的L 也就是中位数所在组的下主线 比下主线还小的次数 我把它加起来的次数 然后除上我的f f就是中位数 它所在这一组的一个次数有多少 有几次 那再乘上一个h h是什么 h是我们中位数所在这一组的组句 组句有多少 好,那另外这个公式呢 它是用中位数所在的一个上主线 去减掉我们的平均次数 二分之n 就是中位数的地方 然后呢 再减掉n2 n2是大于上主线的一个各组的次数 那一样再除上它的所在组的次数 再乘上所在组的组句 这两个公式算算答案会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直接来看看 这是我们之前40位同学体重次数的分配 我们来求一下 它的中位数 是落在哪个地方 好 那看中位数的话呢 我们把它 这五个组里面 各位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五个组里面呢 我们总共有40个资料 这40个资料除以2 所以是在第20的地方呢 应该就是我们中位数 中位数组的一个地方 所以 累积次数 30 28 所以 10之后 11到28 应该都落在这一组 所以我们中位数 20的地方应该落在这一组 所以这个组 就是我们的中位数组 中位数组 那这个60就是我们的L 中位数组的所在是下键 这是上键 这是U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公式里面呢 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你是用中位数组 所在的一个下键 那就是60 6值 再加上2分之N 也就是20 减掉 小于这个L的次数有3跟7 所以累积起来有几次 4次 好,除以18 8是这个中位数组 这里的一个次数 然后呢 它的主距呢 60到70 我们这60到70 主距是10 所以算出来 是65.56 好,那如果用另外一个公式 它算的话呢 这是用中位数 所在组的上组键 也就是70 70呢 一样 它这里是减哦 减掉20 减掉比U还大的次数 也就是8跟4 所以加起来是12 再除以它的这一组 中位数组的次数18 然后再除以它的组距有10 所以算出来也是65.56 所以看各位用哪一个公式算 都可以算出我们的中位数 那答案也会是 相同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重数 重数是出现最多的数 我们称为叫做重数 这里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例如说03 12 21 42 然后排回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次数最多应该是2 因为它有三次 因为有三次 那0有一次 然后呢 一两次 3呢一次 所以2最多它有三次 所以重数是2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多了再多一个1 再多一个1 所以多了一个1之后 1有三次 2也有三次 所以它的重数有几个 有两个 有1跟2 那同学也有印象 那以色列的函数里面 我们用mode 我们可以求出它的重数 那这个重数 它会先遇到的那个数值 如果频率有相同的 它会先遇到的那一个 它列式出来 它并不会把所有的 重复多个的都列给你 因为它只有一个储存值 好 那这个是同学 可能用以色列的时候 稍微要注意一下 好 那另外这个例子 01234 诶 都没有了 都是一次 没有2次的 所以呢 比率都一样 所以这个代表没有重数 所以 重数有时候会存在 有时候它也可能不存在 那有时候它只有一个 也可能会有多个 这是重数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以前有讲过了 重数适合用在哪里 重数适合用在我们的 一些顺序制度 一目尺度上面的一个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分组资料的重数 如果今天是分组资料的重数 在我们这边 介绍有三个的方法 第一个叫金氏的插补法 第二个我们称为叫克儒伯的比率法 第三个我们用皮尔森法 我用皮尔森法 好 老师这边分别来介绍 第一个我们称为叫做金氏的插补法 它的一个公式呢 你看一下 它说呢 它的MO 就所谓重数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呢 我们重数组的下组件 就是LFO的这个 我们用重数组的下组件 再加上呢 F加1指的是什么 重数组之后一组的次数 重数组的后面的次数 后面那一组的次数 那F-1这个地方呢 是重数组之前的一个次数 那这个H呢 值得就是重数组的组句 好 那这个公式底下 我们来看看 如果用金氏插补法 我们来做这一个例子的话 重数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呢 我们有40到50有3次 50到60有7次 60到70有18次 70到80有8次 80到90有4次 好 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来用金氏插补法来做 好 所以呢 首先各位先看看 重数啊 就是出现最多的数值 所以呢 分别3 7 18 还有8跟4 所以重数最后在哪里 就是在18的这一组 所以这一组 就是我们的什么 重数组 好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重数组 就是60到70的这一组 接下来 我们再到我们的金氏插补法的公式里面去 好 所以呢 重数组的下界L是多少 是60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60 好 那它的后一组 后一组 就这一组啊 后一组的这一组的次数是8次 它的上一组的次数是7次 所以我们带到公式里面去 分子的地方带下一组的 后一组的次数是8 那这分子的部分呢 分母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前一组跟后一组的次数 8跟7 那组具有10 所以到公式里面去 用金氏插补法算出来 它的一个重数呢 是65.33 65.33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用克鲁伯的一个比率法的话 好 那这边喔 重数组的下组件一样 是LMO 那这个地方多了一个什么 L0 L0 就是重数组的次数 所以它用重数组的次数 减掉前一组的次数 那这分母的部分 是两倍的重数组的一个次数相乘 再减掉呢 重数组前一组 跟减掉后一组的次数 再乘上它的组具 所以呢 我们如同刚刚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克鲁伯比率法 我们来计算的时候呢 10会是多少 首先一样我们找到 重数组 就是出现最多的子 这一个组呢 就是我们的重数组 所以就是在60到70之间 接下来 我们再到公式里面去 这个重数组的下组件是60 再加上呢 我的这一组呢 它本身的次数是18 18减掉呢 我的后一组的次数是8 那分母的部分是两倍的 所以2乘18 2乘我重数组的一个次数 再减掉前一组跟后一组的次数 分别是8跟7 再乘上它的组具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 这一个克鲁伯比率法 算出来的重数呢 是64.76 那刚用金字是65.33 那再来第三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用皮尔森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呢 那皮尔森这个方法适合用在什么时候 适合用在我们的那个资料呢 它是属于单峰 而且是非对称的次数分配上面 那皮尔森他发现 他发现说 当平均数 减掉我的重数 如果有偏的时候 不是对称 是有偏的时候 他近似呢 大概是三倍的平均数 减掉中位数的相乘 那如果我们把这公式呢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呢 MO 我的重数 不就近似等于我的平均数 把它移向过来 减掉三倍的平均数 减掉中位数相乘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值 在做的时候 我们之前做的平均数是65.75 那我们刚刚中位数也算了 是65.56 所以我们带到公式里面去 如果用皮尔森法来算的话呢 他的一个重数呢 大约是65.18 所以各位 在使用皮尔森方法 他的特性就是 资料要是偏弹 但是在左偏 还是右偏的资料的形态 我们比较适合用这个皮尔森的方法 还有各位同学也注意到了 我们事前要先把什么先求出来 你要事前要先求出分组的平均数 还有呢 分组的一个中位数 这两个算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做他的一个计算 好 所以呢 在这个讲词里面 我们最主要是延续上个讲词 中位数之后 平均数之后 我们谈中位数以及重数 那也分别对分组的资料和未分组的资料呢 做比较清楚的例子的说明 那同学有空再把一些例子呢 多加的一个演练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见